被奉为香港第一美腿精 曾让真子丹和吕颂贤疯狂吃恋 她是僵尸有约会里的驱魔师马晓玲 也是金武门里单纯可爱的五天油美 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万启文 在消失公众事业十几年之后 从香港迁居浙江墨干山成为民宿老板娘 如今她拥有足够的时间审视过往 来诉说她年轻时候的动人往事 童年时期的万启文 是在父母喋喋不休的争吵中成长的 单眼皮鹅淡脸 并不是标准的美人披子长相 十八岁姑娘出长城 万启文的颜值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一米七几的身高 光是一双腿就占去一米四 此时的她中学毕业在婚纱店打零工 抽取零碎的时间学习仪态备考空姐 她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能去不同地方旅游 当空姐可以坐飞机到处去玩 看看香港以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婚纱店老板看着正在插花的万启文 萌生出一丝念想 想要万启文穿上婚纱给店里当模特 起初万启文对自己的外貌并没有太多自信 后来想想可以免费穿婚纱 一来可以多赚点外款 二来可以穿着婚纱练习模特走步 1989年的一天 亚式形象总监刘娟娟 为即将举办的亚洲小姐做准备工作 带领着一帮家里来到店中挑选婚纱 一眼就相中了万启文那双眉腿 吉利劝说她一起来参加选美 还说会去美丽的古希腊拍摄外景 半推半旧的万启文 便成为这一届年龄最小的亚界 可惜梦想跟现实真的差太远 每天练习一态到半夜 凌晨四点还要起床摆PASS 累得万启文一度生病发烧 即便身在古希腊 也没有经历欣赏风景 要不是有合约在身 她早就想退出了 这一路走来是大姐吴永威 在帮忙照顾小妹 总算是硬撑到了总决赛档吧 花团紧促中 万启文脱颖 处拿到亚军 仅仅几票的差距吸败翁红红 万启文小姐方宁18岁 身高五尺八寸 体重118磅 她是一位学生 恭喜万启文小姐 万启文这双腿 也成为了她的代表座 在坊间有香港第一美腿之称 签约亚氏后成为力捧的小花蛋 高层觉得她比温红 更加有发展前置 据说万启文在片场入戏很快 十秒钟便可以真的哭成梨花待遇 天生就是吃演员饭的女孩 因为长相乖巧 可仍外加天赋所在 导演经常安排她出演那种 给人家欺负的温柔角色 1991年 首次担任女主角 与乃游小生吕宋贤合作大提琴 雨点三八 外人看来这两个年轻人非常般配 默契感也从剧内延伸到剧外 于是吕宋贤便成为了万启文的初恋 亚氏也继续为两人打造招牌情侣档 圣者为王和龙在江湖的热播 让粉丝们好一顿课堂 两个人的性格同样属于孩子气 经常吵着吵着就分手了 但因为太爱彼此又会火速复合 前前后后分和三次之多 万启文喜欢十点小性子 每次都是吕宋贤率先低头 不过初恋中就只是初恋 吕宋贤十恋当晚 还因酗酒导致吐血住进医院 很多年以后万启文回忆起这段感情 依旧会眼泛泪光 可见这个初恋在他心中依旧占据一定地位 只能说彼此在不对的时间相遇 吕宋贤为了避免在亚时遇见万启文 1996年选择跳槽TVB开启新的从影之路 没多久便拍摄了荧幕最经典《笑傲江湖》 至今许多观众认定吕宋贤后再无灵狐冲 而和吕宋贤分手后 万启文人生中第二个男友 宇宙最强的真子单步入了他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